9点来到纽约 纽约一名华裔的老人在上个星球在街头被人暴力打死 路人见死不救 引起了美国华裔社区的关注 20岁的这个非一嫌犯的终于在昨天被逮捕 目前是被控二级谋杀罪 我们来看看来自新岛记者李娜的报道 上周五晚8点 68岁的华裔老人阮文辉送走孙女回家途中 遭人暴打致死 震惊华裔社区 在街道的监控录像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嫌犯的犯案过程 犯罪嫌疑人突然从后面追上来 冲华裔老人大吼大叫 还抓住他不停地往墙上撞 随后又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然后逃离现场 阮老在地上躺了近10分钟 期间不断有路人经过 但却没有人给予帮助 最终老人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天逝世 家人对老人的逝世难以接受 并表示老人身上的20元现金和手机都没有丢 不知道为什么凶手会对老人吓死狠手 并怀疑是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 纽约警察之后仅悬赏2000元缉拿凶手 嫌疑人名叫Jimmy Parr 现年20岁 目前被控二级谋杀和企图抢劫袭击罪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介绍 他居住在离案发现场一个街口远的公租房里面 在周二早上被警方逮捕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新岛记者李纳报道